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是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厕所门上挂五物 乞丐也能发大财 厕所在住宅中一直都是属于凶位 从风水的角度来说 客厅是属于吉祥之地 也是属于藏风纳气的场所 若是厕所相对着客厅 那么客厅的风水就会被厕所污染 而厕所作为排泄之用 所藏着的是污秽之气 很容易会影响客厅的风水 特别不利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而且会导致人的运势下降 特别不利主人的财运 所以在考虑洗手间风水时 需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厕所的风水讲究都有哪些呢 下面小酱汁就来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一 厕所的风水讲究 一 厕所不宜开在西南方 在八卦中 房子的西南方是昆卦 昆卦是代表家中女主人的信息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肯定不好 对女性的身体 事业或者是夫妻关系 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知道 卫生间一般是不能动的 只能化解 因此家中的这个方位上 有卫生间的 可以在卫生间内 挂一对经开光的植物葫芦 进行收集化解 二 厕所不宜开在东北方 在八卦中 房子的东北方位是更卦 更卦是代表家中未来20年的运势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肯定不好 对家人的身体 事业或者是财运 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知道 卫生间一般是不能动的 只能化解 因此 家中这个方位上有卫生间的 可以在卫生间内 挂一对经过开光的植物葫芦 进行收集化解 三 厕所不宜开在西北方 在八卦中 房子的西北方位是前卦 前卦是代表家中男主人的信息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肯定不好 对男性的身体 事业或者是夫妻关系 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知道 卫生间一般是不能动的 只能化解 因此 家中的这个方位上 有卫生间的 可以在卫生间内 挂一对经过开光的植物葫芦 进行收集化解 四 厕所不宜开在正南房 在八卦中 房子的正南方是梨卦 梨卦中的五行属于火 而卫生间的五行属于水 从五行上来讲 正好是水火相克 五行相克是不好的 亦导致家人出灾祸发生 我们知道 卫生间一般是不能动的 只能化解 因此 家中这个方位上 有卫生间的 可以在卫生间内 挂一对经过开光的植物葫芦 进行收集化解 五 厕所不宜开在房屋的中心 房子的中心部分 属于柴神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就像人体的心脏部位一样重要 风水商认为 宅神的位置是不能动的 洗净不洗动 不要有重物压迫 不要有卫生间或者是楼梯之类的 如果你的家中有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 那肯定不好 化解的方法就是在卫生间内 挂一对经过开光的植物葫芦 进行收集化解 六 厨房和厕所不能共用同一个门 有一些小户型的房子 为了节省空间 会将厨房和厕所共用一个门 这样的风水格局容易造成水火雾度 在风水学的角度上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风水格局 七 厕所装饰颜色过冷 厕所的整体感觉一定要阴阳平衡 卫生间的阴气本来就比较重 所以尽量不要用阴冷的色调去装饰卫生间 局部装饰可以使用 但是墙面跟地板尽量不要用冷色调 八 厕所不宜有太多镜子 镜子其实很容易通过另外一个世界 镜子在风水学中来说 也是用来避霎挡霎的 所以尽量不要在厕所当中摆放过多的镜子 容易冲到煞气 不吉利 九 厕所系对裁卫 裁卫是家居风水布置的重中之重 这个位置是正能量集中 升起汇聚的地方 它代表着一个风水场中 运势的总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 裁卫多止于位于客厅的名裁卫 在客厅大门对角线顶端处 如果卫生间刚好对着家里的裁卫上 思维污秽财源 特别不利财运 容易破财漏财 还会导致各种负面的信息 如烂桃花沉参 家人名誉受损等等 乃家道中落之下 影响家中钱财不拒 破好多 且多是麻烦事 病灾之事而破财 当然 尽财也不太容易 多阻置 而且财的来路多不正 意识不易之财 暗美之财等等 十 卫生间不能正对大门 如果大门一进去 就正对卫生间 卫生间内的晦气 会直接扑面而来 对家人的健康不好 还会阻挡住家里的财气 大门是我们进入住宅的 必经之处 是通气之口 所以大门是洋宅风水的 第一要害 大门吉祥才能给主人 带来不断的好运气 因此 古代的风水建筑 在进入大门后 必是象征吉祥的景观 如隐壁 风水墙等等 他们可以招纳门外 与之相对应的吉祥之气 如果进入你家的大门之后 正对着的是卫生间门 又或者卫生间在大门旁边 那么即便房子装修的时尚又别致 也会瞬间影响到人的心情 在风水上 卫生间是一个存有 污秽之气的场所 污秽之气正对大门 会使好的运气和财气难以进入 即主要的影响有 一 为退财格局 助钱财难据 二 影响家宅主人运势 没运多好运少 三 容易招惹烂桃花 导致夫妻感情不和 四 会严重影响主人的身体健康 二 厕所门上挂什么 风水好 一 窗帘 虽然说我们在装修厕所的时候 会在墙壁上安装一个窗户 可以帮助我们通风 让卫生间的气流通畅 然而厕所本来就是无垢的地方 经常打开窗户 会让外面的煞气趁机可入 这时候我们可以安装窗帘 来有效地遮挡住煞气进来 同时窗户的作用还可以照常发挥 一举两得 二 葫芦 葫芦在风水中有着驱邪必煞的作用 如果在厕所里挂葫芦的话 可以很大程度上把煞气进去 厕所带来的阴气太重太多 所以我们在放葫芦的时候 可以多放几个 而且葫芦也有着聚财的作用 如果不放在厕所 我们可以摆放在客厅 给我们的财运带来好的影响 三 铜钱 除了上面的一些方法 我们还有个简易的 不过这需要到一些地方寻找 在厕所放置五地钱 在风水里 五地钱不仅可以驱走煞气 使我们的生活恢复到正常 它也同样有着聚集采气的作用 当我们早晨上厕所的时候 能够吸取它的灵气 我们的事业肯定有一定的上升 四 八卦镜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厕所里摆放八卦镜 不过八卦镜虽然有着反射煞气 保护我们平安的作用 它也会给人带来一定的伤害 不要把八卦镜对着自己 否则会伤害到主人的身体 将煞气反射到身上 同时也会吸走主人的财气 主人在摆八卦镜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小心点 五 风铃 我们除了在窗户上安装窗帘 也可以挂风铃 在风水学里 风铃也有着辟邪的作用 虽然它的效果不一定大 而且也不是随时都会起作用 但是还是对于卫生间里的煞气有影响 我们放置风铃不能够放得太多 因为它的声响会惊扰了睡眠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是保持整洁 厕所的风水不好 会严重影响家中的其他风水 如果不重视厕所 那么你家风水再好 也会被污染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